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是一個對台灣來說 很特別的時代 怎麼說 因為那是日本 我們通在臺灣五十年 一八四五 一八九五到一九四五 那我們跟日本之間有很多的牽扯 那要說 要說台語 還是要說國語 還是要說日語 那這裡面又有一些婚姻上 這樣子 又有認同上 袁慧明他是這個 找稻田大選畢業 然後他想要融入日本 可是好像不被認同 這樣 人也不跟你當主席是一本行 這樣 那這個日本嫁來臺灣 他想融入那個家庭 也不一定被認同 臺灣就是在那個時代 其實有這麼多 這個豐富的故事這樣 那一鎮 你是臺大政治系 你現在應該在電視臺上面 評論 評論政治在政論節目 你怎麼會來這裡 你當這麼出色的演員 我現在如果跟政治 唯一有關聯 是我們還有一個群組 是當年臺大政治的群組 我常常從裡面吸收他們 對現在時事的很多看法 其實也等於講說 我之所以後來會念臺大政治系 當然也跟我父親有關係 我的爸媽都是軍人 都是政公幹校畢業 他們前後期的學長學妹 那我父母親其實他們很特別 其實跟剛剛我們講的故事 他們完全都反過來 媽媽是美農的大家族 媽媽是臺灣客家人 客家人 媽媽美農大家族 那父親呢 我是花蓮人 所以父親是花蓮人 是一個非常算是經濟上比較弱勢 我的阿公是一個剃頭師傅 給他剃頭的 所以他們在經濟上是比較趣於弱勢 可是偏偏他們在軍校認識之後 他們兩個決定相守一生 可是在當時呢 我的父親是不被我媽媽的 這個家族認同的 為什麼 就是覺得不平等 哪邊不平等 是因為財力 經濟上 尤其說 嫁女兒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我媽媽的家族裡面 大概都是送去當老師 我媽算是你們比較特別跑去念軍校的 我看我的很多表姐表妹 他們都是念示範學校 當時客家人風紀都是這樣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媽媽姓林 在美農也算是大家族 對 然後他們姻親是姓吳 美農吳這個吳姓的大家族 其實在美農也都是算相當當時都相當不錯 是 小時候我的記憶裡面有每年過年 我父親沒有辦法回美農 我媽媽要帶著我們幾個小孩回去 那這樣的經歷讓我想到我這個故事 當時反過來的 顏慧明是臺灣的顏家的大家族 取得一親合之 算是日本的平民 甚至是比較經濟上弱勢的一個平民 所以他們完全是反過來 跟我爸媽的故事完全反過來 這在我在詮釋這個角色的時候 其實內心也是有非常多的感觸 來演這樣的故事 我把對象反過來就好 但我爸爸後來先我念政治系 因為他在政公幹事 當時念的就是政治系 然後我考上台大之後 事實上我 那時候我們還是選田志願 選田志願 其實我照著那個志願填下來 我覺得我想念的 台大工商管理學系 應該是選不到 那時候台大第一志願 那是同一組嗎 就是第四類組 第四類組 那時候第四類組 台大工商管理學 應該是填不到 所以當時其實我是想直接去填 政大的新聞系 我覺得這可能是比較適合我的個性 ok 你去讀了新聞系 講實在話 我們就沒有主持的公開 沒有 不敢講 好在 其實是沒有保密 只是說因為其實那時候 我們還在念書聯考的時候 其實對於很多的資訊來源 還不是那麼的充足 我們大概選田志願 都是照前一年的招生檢章 他們會把前一年 各科系的入門分數 或者是大概什麼給我們做參考 當時也沒有所謂的電腦或什麼 可以讓我們瞭解更多 可能你可以瞭解自己的性向在哪裡 只是我大概就是覺得 我對政治是沒有興趣的 所以我也並不想念 台大第一志願選人不到 我就直接我想說我直接填政大新聞系的話 那時候應該是可以蠻高的分數 直接進到這個政大新聞裡面去 但後來我爸來檢查我的志願卡 我當時只填了十個志願 這表示成績不錯 計算 考試的成績看落點 大概我覺得我可能落在前四五 就會中 所以我還多填了 填了十個志願 可是我父親強迫我 那是一張志願卡 要填滿 五張志願卡 一張要畫33張 所以總共是一百六十五個志願要寫滿 他就看著我從第一個 從台大的第一 第二 第三張填下來 所以當然後來我的落點 就落不到我自己 其實比較想念的選項 OK 所以也是說跟父親當年 在觀念上一些爭執不同 那這樣的曾經經歷過的事情 跟記憶 也就我把實際應用在 我現在這個角色裡 那你爸是軍人 那個個性會一板一眼嗎 當然非常一板一眼 跟你之間相處會有衝突嗎 衝突蠻多 我跟我爸在家裡 我們家三個小孩 我上面還有一個哥哥 一個姐姐 我是最小的 那我的長相是最像我爸爸 個頭上兩個都一樣 那你爸蠻帥的 我爸爸一百八十幾公分 跟我差不多高 OK 然後樣子 你也一八幾 我一八一 對 那個樣子 其實你把我這個樣子 都去想像 其實大概就是年輕的時候 我爸爸 我們兩個就非常像 但是他是處女座的 剛剛我們聊天 我是雙子座 我是雙子座 他既然念的是軍校 又是處女座 你可以知道他做事情 真的就是飛魚長的一百億 OK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以前他要求我們房間 他曾經講這個一室之不治 何以天下為 何以天下國家為 這句話我從念小學的時候 能記到現在 就是因為這句話給我的印象 實在太深了 他常常會來檢查我的房間 什麼東西有沒有收好整齊 棉被有沒有折好 他完全把他在軍校學的那一套 運用在我們身上 生活上的規矩是這樣的 所以在平常不管是交朋友 或者是念書 各種的為人處事 幾乎都是一百億 他看那個NBA籃球很喜歡看 他是滿滿一張 寫滿每一隊的戰績 你看他多少隊 所以每次他看籃球 就是這樣滿滿一個 NBA有三十隊 他的個性就是這樣 所以包括要我選聯志願 也是這樣 他的個性一直到他的後期 其實都還是這個樣子 那比較浪漫一點 雙指座 他們完全沒有換不掉 所以你房間應該整理得很好 雙指座其實有點 有點爛爛 沒有沒有 我不是 我是 我是 我懂 雙指座會 他會亂中有趣 其實他知道自己什麼東西在哪裡 然後到了一定時間 他才會想去做一個整理 他不會想永遠保持那個樣 他覺得想隨心所欲的時候 他會想隨心所欲 但到差不多的時候 他又會把他完全規不成 就是雙指座的個性 所以我想雙指座常常有一種 自己跟自己衝突打仗的個性 但問你一下 因為這個戲裡面的男女主角 夫妻是相差十六歲 那你跟太太相差十五歲 那相差十五歲 會有沒有什麼摩擦 或者是觀念上不一樣 其實差三到五歲 其實慢慢就有一些世代的差異出現 特別是在科技時代更會 尤其到現在三五個月 就在這三個月 就我阿嬤 都把太太比太太大個一兩歲 怎麼三五個月就有六六代工 男性女性就有差異了 男生女生 對 其實差不多像 小兒子三十一歲 他說現在跟二十幾歲員工 現在都沒有辦法溝通 這樣子啊 對 邏輯都不太一樣 現在太快了 其實這要提到我們是五六年級生 我們成長的階段正好是很多東西 包括電腦 然後包括後來的手機 在我們的成長記憶當中 這些是突然的資訊爆量爆進來 所以我們經歷過早期那些 好像知識很荒蕪的時代 就是靠自己去搜尋 手動的去搜尋 然後突然電腦興盛 突然的智慧型手機也進來了 所以我們其實是經歷過 這樣的時代裡面 是 那所以說早期三到五年 其實就有一個世代的差異 OK 我們當然是因為 兩個人之間的愛認識了 那我覺得我們之所以能在一起 完全在意 我是比較大的年紀去認識他 對他來講 我那時候將近五十歲的 我認識三十五歲的他 其實對他來講 他可能三十五歲不會認識 為什麼我這五十五十歲大很多 但如果我是三十五歲 去認識二十歲 他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們這個劇 裡面在討論這個年來 嚴慧年跟一千合資 是這個時候 其實可能他看不上我 我也不會想跟那種小屁女孩 三十五歲 我可能會認為二十歲是小屁女孩 我們很難談 聊也聊不起來 也許正好就大家都經歷過了 一個成長階段之後 我們才有這個緣分聚在一起 但事實上生活其實還是有相關多的摩擦存在 可以舉例嗎 相關太太她是數學老師 尤其她是數學老師 數學老師她就比較 對數據比較要求 比如說她每次問我 今天我們中國吃水餃好不好 好 你要吃幾個 她就直接問我要不要吃幾個 對 那其實六點五二 如果照我們這個年紀 他就是要計算到這麼精準 然後他問每個小孩 還那麼小呢 你想吃幾個 他要一個一個問清楚 我那時候心裡就很多問號 你煮一包就好了 或者兩包 大概大家想吃幾個 就當然吃 然後哪有那麼精準 有時候就覺得好吃 會多吃幾個 如果沒吃完 我們還有食量 就把它吃完就好了 好像不需要那麼的數據化 那麼的標準 對 可是她做實際就是這樣 幾天幾分 什麼幾個 很數據化 這當然可能一開始 我們當時一開始相處 比較大的摩擦 可是剛認識的時候 事實上他對我是比較尊敬 因為老實講 我大他十五歲 幾乎是已經或者哥哥 比哥哥更 再多一點點 可能都更多 幾乎到以我的過程 那時候我已經可以生他了 應該是 他爸爸了 因為那時候我的岳父 他愛騎車 他有很多年輕愛騎車的朋友 所以我的年紀 其實差不多等於 他當時可能要叫叔叔的 阿姐就差不多了 就叔叔的那個 怪叔叔 但是所以他一開始 其實我們之前 剛開始談戀愛的時候 他其實有點把我當長 被看待 所以凡事都遺誤我的意見 為意見 可是那時候我的個性 其實可能自由自在慣 很多東西就是覺得隨性就好 你可以自由地去做你自己 但是凡事都要問我 有時候在剛 所以剛開始談戀愛的時候 我會覺得他好煩 所以都要問 都問得很清楚 這樣子 可是事實上現在 我們結婚到現在 將近十年 今年第九年 現在變成我反過來 是當初他那個角色 我什麼東西都問過他 不曉得 可能被他慣壞了吧 所以反倒是反過來 所以變成我現在生活 各方面都蠻依賴他 我不會叫物本 我不會叫健子 真的假的 這些東西可能被他寵壞之後 因為有個年輕人 都幫你代老了 對 我只要跟他說 老婆我待會兒要什麼 你幫我訂 我叫幾點的車 已經變成說相當程度的依賴他 整個跟當初的事反過來 我現在只要負責認真工作 這樣也蠻幸福的 對 算是幸福 對啊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